另外这位富豪他也想多花时间陪陪家人 他是有英国版比尔盖茨称号的 这一位autonomy的创办人 他是跟着妻子跟女儿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去度假 结果没有想到在搭乘这个游艇的时候 碰上当地的暴雨袭击 天气状况非常差 所以游艇因此就翻覆 虽然船上有一些人获救了 不过他跟妻女到现在都仍然是生死未博 监视器拍下黑夜中室外疯狂宇宙 路边的桌椅盆栽统统被吹倒 意大利西西里巴勒摩19号遭遇风暴袭击 恶劣天气导致一艘再有22人的豪华游艇 在港口近海处反复沉默 事发在清晨5点多搜救人员紧急出动 派出直升级救援 临近的一艘荷兰船只也伸出援手 目前一构15人获救 一人死亡其余六人还在搜救中 其中包含英国知名企业家林奇 这是一个强烈的热火 非常强 非常强 59岁的科技企业家林奇 创立Etonomy软体公司致富成名 2011年将该公司以111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美国惠普集团成为亿万富豪 曾被称为英国版的比尔盖茨 但隔年却被惠普发现 卖出去的公司严重灌水 林奇因此被控涉嫌诈欺 今年6月在旧金山才刚被宣判无罪 没想到这次带老婆女儿出游 不幸遇上海难 老婆获救 林奇和女儿仍然下落不明 林奇等22人搭乘这艘名为 贝叶斯号的游艇 先前才刚沉船过 这次遇上猛烈的风雨暴击 再度翻覆 造成一死六人失踪 目前幸存者已经转移到饭店 当局研判失踪者 还在沉默的游艇内 正派遣专业的潜水人员 遣到深海搜救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两韩边境燕销未农 20号凌晨 竟有北韩军援跨越军事分界线 向韩方标明要投诚 南韩军方证实这一消息 声称从证明北韩士兵 准备越过边界时 就开始严密追踪监控 在探明士兵来议之后 将他引导到南韩军营 移交给有关部门 进行后续安全调查 脱北士兵详细南下过程 和归顺动机韩方仍在厘清中 有专家认为可能和韩军 日前施行的扩应器广播有关系 不排除是听到了广播内容 决定叛逃至南方 至于北韩军队 目前还未出现特别动向 但经此一事 两韩关系怕是更加剑拔弩张 再加上影席院日前 在8月15号光复节演说上 提出全新三大统一愿景 与三大战略 强调两韩若持续分裂 就不算完成光复 这一番话显然否定了 北韩政府的正当性 尹熙悦还主张 因透过向北韩居民 传递自由南韩的真实面貌 来唤起他们对统一的渴望 并提议设立南北食物层面 对话协议题寻求两方 沟通突破口 目前首尔一开始相关准备工作 但平壤目前仍已读不回 明显意愿不高 与此同时 南韩对北韩的军事部署 紧锣密固 震撼盟友美国进行联合军演 势必引起平壤当局跳脚 美海联合军演已知自由 护盾19号正式展开 这会演习将持续到29号 模拟朝鲜半岛若发生GPS受干扰 遭受网络攻击等紧急状况时 该如何回应 两军尤其针对北韩近年来发展 大规模毁灭系武器进行应对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多达48次的联合野外机动训练 比去年多了10场 旅机训练也从4次增加到17次 陆海空三军分别出动操演 陆军将包含美韩联合制导对空射击训练 联合渡河训练等 海军则将进行主要港湾防护训练 舰艇弹药装载演习 而空军也计划实施80多场野外机动演习 包括F-15K和KF-16等 美韩战斗机都将参演 南韩军方大动作自然印发 北京市政权不满 北韩外务省附属机构18号发表声明 冲击这种演习具有侵略意味 去年北韩就以这一借口 在已知自由后盾演义期间 发射弹道导弹不排除 今年也将寄出类似挑战 对此韩军正密切关注北方动态 一旦敌军有动作 韩方便将寄出及时强烈延成 到底的反制措施 TVBS新闻组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